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爱念地藏经是大福报 学佛跪在城 有人问 生病了 念地藏灭定业真言可不可以 我说 初学佛的 最好念地藏名号 或者念地藏经 学佛如佛在 念经念佛号 就好比佛就在 求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就来 也有这个心 如果地藏菩萨 是虚无缥缈的 是木头 是超人 那太没有意思了 要知道地藏菩萨 能听见我们讲话 知道我们的苦 这样子越学 才越有滋味 那供佛也一样 不要说 佛是个表法 是个标志 佛就是佛 要供佛如佛在 佛就在那里 然后我们每天 给佛供水喝 供饭吃 供灯 供花 供香 地藏经讲了许多 要用饮食衣服 猪玩具 我们不要偷懒 你看它是木头 就得到木头的加持 看它是佛 就得到佛的加持 红衣大师 一生都供奉 地藏菩萨 相逐供养 这个供养不可思议 寺院里早上要供天 中午要供佛 晚上要下诗 给鬼道众生 每次都要如此 佛讲了 有十法界 有六道四圣贤 有佛菩萨 有天人 恶鬼地狱 不仅人道要吃饭 佛菩萨 天道也要吃 恶鬼道更要吃 中国祖师多慈悲 每天都要给孤魂野鬼吃饭 免费吃 吃了让他们听经念佛 鬼的寿命很长 一千多岁 没有子孙的 或者子孙不祭祀的 都成了孤魂野鬼 那怎么办 只有靠修道人给他们吃 佛法不仅是人的法 更是六道 四圣的法 这个世界 有看得见的众生 也有看不见的众生 而且更多 如果在家里念地藏经 最好能在佛前点个香 点灯 供一碗水 有米饭最好 这个衣鬼很重要 不要觉得浪费时间 这就是修行 能穿海青的 尽量穿海青 世人见领导 上班都要穿得正式 那念经也要很正式 这样才好 有念地藏经的 要坚持念 家里有供养地藏菩萨 不管是金银铜铁的 那监牢地神都会护持 这个世上 鬼有 阎罗王也有 那地藏菩萨自然会有 百千万亿化身 每天念 很容易消业障 业障太重 很苦 一生病呢 头晕脑热 讲话都难受 念经更是喘不过气 不要说念经 就连念地藏圣号 也懒得念 做也不是 战也不是 这就是业障来了 你想念 也没有福报给你念 这个只是我的感冒而已 平常很英雄 一病苦 就成了狗熊了 爱念地藏经 是大福报 世间人忙着工作 没有时间念 一生病 也念不来 到了老了 眼睛花了 看经费眼力 做福未奔波 也念不来 不要小看 说这个人只会念经 他不知道地藏经的功德 一念就超度六道众生 连大福报的天人 要堕落时 一听到地藏经 都天福增长 不会堕落 更何况鬼道众生 人道众生 这个功德 不是世间人能明白的 多劝人念地藏经 以慈悲喜舍 修地藏经 就是地藏菩萨 凡是学佛之人 尤其是学地藏法门的人 都应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菩萨的品位 虽然高低有别 但从初发心 到最后身 境界有深浅 本质却是一样的 凡是修大成道的人 均可称为菩萨 如一个 出发菩提心的人 修地藏法门 修地藏经 他就是地藏菩萨 出发心的菩萨 虽然并不具备 什么大功德 经中却把它称许为 众生之上手 为一切人天 和二成圣贤所尊敬 因为世出世间 一切功德皆依菩萨 形而成就 菩萨不仅具有人天的善法 声闻 圆觉的善法 乃至一切诸佛的善法 皆依菩萨而有 三世诸佛 皆从菩萨终生 所以说 菩萨道为一切善法之源 菩萨精神乃弘法立生的根本 佛法 世法其实是不一不二的 很多不修地藏法门 不了解地藏经的人 总以为地藏经只是关注人天福报 并不以成佛为目的 其实这是不懂佛意 以佛菩萨的精神入世 世间法就是佛法 无有义法不是佛法 人天福报也就成了成佛的捷径 以凡复兴去理解佛法 一切佛法也就变成了世间法 追求成佛之道也就成了受用人天福报的障碍 由此可知 所谓世法 佛法并不在世相上 而是在心境上 所谓随其心境则佛土境 佛法的高明与圆融 就在于不坏世间法而成就出世间法 所以世尊在世时 对许多其他宗教徒的教化 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只是修正他们的观念 帮助他从迷信的生活 回归到觉悟的正性生活 世尊没有强硬地改变他们 只是加入新的解释 新的思想 新的观念 这方法正是中国古圣贤所讲的 极高明而到中庸 这才是真实的智慧 觉悟的生活就是菩萨形 换言之 就是从凡夫的生活 回到菩萨的生活 但现实生活并没有改变 过去做什么行业 现在还做什么行业 所不同的 过去是谜 现在是绝 迷的时候有苦 绝的时候有乐 这个乐就是所谓的法喜充满 不同之处就在于迷与物 并不是改变过去的工作 过去的行业 佛法的修持 菩萨道的实践 简单地说 离不开词 悲 喜 舍四字 菩萨形式 功德归于三宝 好事给予他人 坏事自己反省检讨 以法相授 乐见他人成就 只问付出 不求回报 修地藏法门 本注词 悲 喜 舍四无量心 上求下话 自立理他 断除贪欲 去除称慧 反观自信 自然烦恼尽除 身心自在 所以人人皆可为 地藏菩萨 只要安住正念 行一切善法 欲一切因缘中 心存慈悲 乐见他人得意 而自己无有希求 这就是最实在的菩萨行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